博弈当中,它都是一个立体主义的 人不为己,天赌地灭嘛 所以说,这个叫什么理论? X理论嘛,人呢 人之初啊,不是性本善,性本恶 这两个,一个是X理论,一个是Y理论 我呢,就提出一个,马克思那个叫什么? 马斯莫提出的需要论有五个层次 前面的第一级层次,就是X理论 上面那个,就是自我提升的需要,这个就是X理论 然后呢,到了Z理论呢,叫自我超越 自我超越这个理论,那么就叫Z理论 那么我们就说,在台海问题上,在中美关系上 也需要这么一个XYZ理论 我昨天已经,在给特朗普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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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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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已经谈到了这个理论 我今天呢,来谈呢 就谈这个现在这个博弈 什么是公平? 公平呢,你说你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是个国家 你要加入联合国 要大陆来配合你加入联合国 可能吗?不可能的事情 就像我们这张图 大家看看这张图 台湾就是这么大一块地方 多大? 因为台湾呢,这小缺陷 所以呢,特朗普就说 台湾就为了他自己那点利益 就为了蔡英文 李登国家那点利益 所以叫做 笔家 这个新凶啊,就像笔家一样的 小农精进嘛 黄民思想嘛 独立嘛 港独也是这样的嘛 这个事啊 你,你虽然到了 但是国家利益超过你意识形态 你不管你什么民主不民主 你这个什么 这国家利益,什么是国家利益啊? 法制 法制 中华民国的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2758号权益 还有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这些都是法制 你尽管你现在 陈昂谷你制定了很多 台湾关系法 台湾保卫法 台湾关系 旅行法 这些都是你国内 你美国的国内的国内法 你在国际法 你对台湾来讲 没有 你在台湾 你能不能够拿 你有了那个台湾法 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你的军事要来了 那 中国的这个 进入这个叫做 这个防空识别区也好 你进入这个这个中国主权的地方 领海领空也好 你就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了 你要应用这挑衅 那你都是在大炮 这个这个 这个东风 东风 东风这个 二十六这个东风导弹的射程之内呀 你能不能 能进得来吗 所以说呢 我们先把这个事情呢 啊 这叫博弈 这个囚徒博弈 我们现在 囚徒博弈是一个困境 困境是怎么样呢 都要说真话 长期要合作的话呢 就要讲真话 共产党也要讲真话 讲真话天不会塌下来 国民党不讲真话 民进党不讲真话 讲中华民国 台湾是一个国家不讲真话 所以呢 他呆不长 吐了尾巴长不了 实现不了 那个马彦九说 一民一国也实现不了 李登归说一中各表 一人 两国论也实现不了 因为你讲的是假话 啊 你可以一时的欺骗台湾人民 啊 这讲的过去忽悠 忽悠选票 这个忽 台湾呢就是忽悠 包括美国的选举 都是忽悠这个选民 把这个 反中抗中 但到最后 他要和中国的利益搞在一起 因为什么 他没有中国这个市场 他就没有美国的利润 他失去了美国 他这两个 两个就没有生意可做了 没有生意可做 那么美国 他就 叫叫叫 他不是说要把美 把中国要飞掉 打消灭 他自身 他自身他也 受到困境了 自身发展 他就发展 受到了平静了 虽然那个美国的依存度啊 对外贸的依存度 对中国的依存度呢 只有百分之十 十八 是多少 但是中国对美国的依存度 是百分之 是多少 现在也都在下降 就彼此啊 美中关键的依存度在下降 但是贸易在形势上是在下降 但是贸易呢 是在扩大 所以说呢 我们看问题呢 就是要从经济 政治社会这个问题上来看 最终的标准呢 不是谁哪一个个人说了什么事 个人说了什么 制定了在他这个执政事件 他出了一个什么政策 他出了一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贸易战这个政策 或者是那个甩锅 这个新冠病毒都是中国的 他说了 不错 你要全世界都认同你这个东西 还要历史来认同你这个东西 就包括一个中国的问题 历史上是怎么定位一个中国的问题 这到底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说 要有一个逻辑 要有一个逻辑呢 就是发展的时间性 阶段性 过去谁完成时 进行时 过去完成时 也就是说 蒋介石代表中华民国的这个 这段历史呢 在1971年 2758决定生效以后 这个就 完成了 就过时了 他再也不是中华民国的代表了 再也不是中华民国的政府了 他变成蒋介石代表 变成中华民国台湾省的一个地方的一个代表 所以说呢 你不可能实现 台湾中华民国 是个主权 这个国家 是个独权独立的国家 你在国际上也不可能承认 但这个非要引起一个世界大战不可 你要能挑起世界大战 这么多 美国要能不能牵头来承认这个 美国要承认这个东西 就要准备一场战争 包括核战争 就要面对俄罗斯和中国和所有成人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 这个国家的挑战 所以美国呢 这次这个世卫这个世卫大会 这不是只动员了13个 这只动员了13个一个提案国 就原来就现在这个这个 台湾还有维持的这个 几个芝麻大的一个小国 我这个要喝点水 现在呢 我呢 长话短说 那么这个证明呢 大家也都知道了 明不正 这言不顺 言不顺呢 这事不正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 这个陷阱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陷阱啊 就是因为这个这个名称啊 没有解决好 思想没有解放 不敢承认自己就是实际上 就代表了 联合国宪当 1945年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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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承认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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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承认这个这个这个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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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承认这个这个这个不敢承认这个这个这个不敢承认这个这个这个不敢承认这个这个不敢承认这个这个不敢承认这个不敢承认这个不敢承认这个 因爲什麽?你宣布台湾都要启用反分裂国家法 所以习近平这个国家主席 习近平这个军委主席 对台湾行事的是一种完全的误判 中国国民党是一个独裁的党 是一个分裂中华民国的党 他是愿意把中华民国在台湾也成为一个国家 他不愿意,你就放弃了九二共识了 九二共识说两岸是同种一个中国 这个还有一个模糊空间 你把这个模糊空间什么? 中华民国就是包括整个中国的一个中国 现在他不是了 中华民国我现在只是台湾金马 所以这个江启成呢 他是个修正主义者 是一个国民党呢 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叛徒 是一个中华民国的绝目人 现在呢 蔡英文呢就是明打明的跟你宣布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国家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你习近平听到了没有? 中国14亿人听到了没有? 明明是国台湾你听到了没有? 乔良你听到了没有? 那个台湾所的这个西亚文大学台湾所的李鹏你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要跟你对等 和平 和平台湾 跟你对等 政府对等的 state by state state by stat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州与州的关系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马里兰对那个 这个 马里兰对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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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他的州 对那个 对什么 像罗德岛 罗德岛州 罗德岛也是一个州 你马里兰也是一个州 啊 你和这个 这个联邦呢 整个是一个联邦 他不是成立这个联邦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它是一个联邦来的 这实际上 它是整个 代表中央政府 它代表了台湾这个 包括台湾这个 这个政府 它没有完成 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 关键是一个 没有 没有助军 没有助军 就不表示你的主 你的军事上 啊 你占领没有占领 你就没有行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所以说 在台 在香港呢 因为有助军 就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政府的 代表中华民国的主权 就到了那里 你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那你的军队就必须要到达台湾 而不是台湾的那个国军来代表中华民国 而是你代表中华民国 这个样子才叫 它这个地方政府 啊 就像那个 如果当时在这个这个这个国共内战的时候 你认为当时的盐的军队能够代表国民政府吗 啊 共产党的军队那个时候能够代表政府 如果你认为那时候可以的话 那就不会打这个内战了 1947年就不会打这个内战了 所以说呢 习近平的头脑不清醒 你所以说习近平的大智慧也好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大智慧也好 港人治港医 啊 台湾人治的台湾人 这都是荒唐 台湾 香港的主权 它是全体中国人民的 你的国家国家的权利啊 你允许它代表呢 它不是那个港人治港 港人治港就不是高度自治 你可以高度自治 司法里为什么不变 所以你那个 那个很多名字 证明的名字都没有变 所有的马照跑 人的那个舞照跳 啊 这个街道名字 这个干道道啊也好 这个离敦道也好 全都是那样的 蒋介石 治理台湾 修理台湾 把所有的日本日本日伟 这些名字全部都改掉了 啊 我们就举一些例子吧 我这里就不在这儿浪费这个时间了 把台湾的所有的街道 都改成那个 这个这个 中国的文化 所以说在 邓小平在收复香港的问题上 还不如蒋介石做 就做到彻底 所以说 才留下了今天的港独 严重的某种程度上 就是你一国两制设计上的陷阱 司法设计的陷阱 教育的设计的陷阱 教育还是实名教育 台湾的教育现在 你看看教育多大的厉害 台湾现在把去中国方式 没有人承认台湾人是中国人了 但是更不要说是台湾是 中华人民共国是 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务 根本就不可能 你这个托 这个桥梁也好干什么 说这个托也 台湾不是 说台湾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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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梁啊 这个人啊 也许是代表了中央 或者也许代表了国台办的 这个 杨志环啊 那些李鹏啊 这样子 人的一些呢 荒谬的一些 无知 肤浅 行而上学的一个观点 所以说呢 啊 我们今天呢 在这里面看到这个问题 共产党有共产党的问题 国民党有国民党的 国民党的问题更大 民进党的问题是 那就本来就是 啊 伪装成披着羊披着狼 啊 就是伪装成美女的毒蛇 美国 美国是什么呢 美国它本身就是这样子 它本身就是不愿意你啊 它联合你的时候 是因为它要对抗苏联 现在 苏联已经整趴下来之后呢 它要对 沿沿和苏联来对付你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 存亡此寒嘛 所以苏联看到了美国这种伎俩 那就是以中国已经形成的这种能源供应链 那就是以中国已经形成的这种能源供应链 世界上全全全世界的人呢 都要朝着这个大方向 都是要朝人类的命运共同 因为这市场就在这摆倒 可是台湾人不愿意 美国也不愿意 和中国成为有功能 一般又想当表 蔡英文就是又想当表子 又想利益牌 又想在大陆里赚大陆的钱 又想在台湾呢 搞台湾独立 又要跟你 又要反对这个千里逢贸协议 说这个群众卖台 又要跟那个什么 就像美国现在也是这样子搞 又要搞你贸易战 又要跟你搞中国脱钩 你脱得了吗 你台湾脱得了吗 美国脱得了吗 你脱得了就等于自己 你失去了中国大陆这个市场 14亿人这个市场 还有这个占领 他本身就占领这个能源最大的用户 你不要说卖什么大豆了 卖什么能源了 卖什么芯片了 到时候中国生产出芯片了 美国的就不咬你这个美国 他现在 卖国现在是要求建立的激战 他不要求你西面 手机我不做了 大不了就不做了嘛 所以说呢 这个欲邦相争了 人民呢是吃亏了 最后呢你还得去 你看 特朗普贸易战打到现在 没有占到一点便宜 蔡英文啊 这个偷东 反东啊 搞这个这个财独分裂 到现在没有占到 经济是美宽一下 一个整个全台湾省啊 不如一个深圳市的省山城 这种种子 因为 所以说呢 他的视野呢 越变越小 所以说 特朗普看得清楚 台湾现在变成一个比肩 原来还是一个 台湾还是一个 那个 那个 这个 摩沙万 还是一个美利岛啊 那么现在呢 就变成一个比肩 就叫做黑洞 我们就叫黑洞 就是黑洞化了 所以呢 啊 我们现在呢 啊 看到这个问题呢 啊 你愿意这么走 这叫博弈 就是求徒博弈啊 啊 如果我们这些 大家都要在世界上 长期存在的话 而不是 这如果为了选举 你可以说瞎话 你可以甩锅 说一次性瞎话 你可以欺骗一些人 你在这种最后挣扎的时候 越到这个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 我跟你长期合作的时候 什么时候容易欺骗呢 欺骗就是最后 他一锤子买卖 啊 他到最后的时候 我跟你追上 就以后不跟你做生意了 所以我要砸锅了 我就跟你一锤子买卖 提出来 我去欺骗 我去欺骗 能欺骗忽悠多少 欺骗多少 能联系 多少人反对你就反正多少 这个 特朗普已经到了这个 最后挣扎这个阶段了 但是 你看你这个浪子回头 到底说 不见棺材 不掉泪 到底还要不要回 吃回头草 要不要和中国合作 就是看你现在 要不要向 那个 习近平低头 不低头 有不低头的方法 这是囚徒嘛 台湾也是这样的 你不合作 有不合作的方法 中国大陆 只要把 这个进入这个 这个思想 这个转变过来 现在什么呢 习近平的思想 现在没转过来 习近平的思想 还存在 停留在 只有 两万一家亲 这个这个这个 和平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这个脑子里头 僵化在脑子里头 不变 所以 习近平这一代人 不一定能够解决台湾问题 因为 中国人啊 他有个概念 他是什么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这个儒家就是这样子 而我说的话 就是法律 他这一代人 这一代一代人 他 你只要是邓小平说的 那我江泽民就要执行 那么我胡锦涛就要执行 你也一国两制 我只习近平要执行 我习近平 我2019年说的 这个和平统一国两制 我对九二公司 我今年 2020年一定要这样做 我不可能 2019年说的话 我2020年就变了 你看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文化 儒家文化就是这样一个文化 兼化 行而上学 顽固不化 美国呢 特朗普呢 我今天说了我今天看 我明天说了我明天 我昨天 昨天跟你习近平拍过的 哎呀你真好啊 你这个三百年啊 五千年啊 你出了一个 中国出了一个 你 昨天就变 但是过两天呢 啊 这十月里边的 这个取景的时候 他还要最后来变 因为什么 越到最后的一次 我可以最后说假话 因为他 这个时候到时候 最后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说假话呢 你为什么要向中国讨饶呢 啊 包括 拜登 谁胜了 啊 谁要是危险了 谁都要求中国 谁要是 谁要是得势了 谁都要甩锅中国 因为 这个东西 它就有利益啊 我向你求中国 你中国 一做的 买我的大豆 或者支持我这个上台 我就 还可以有四年 我就 我就剩了 我保证了 我不支持你 我以后呢 不但是当成美国总统 我连和你做生意 都没有机会了 你中国人到了美国来 都不住我这个特朗普酒店了 你拜登的那个 儿子也好 你到中国去做生意 我就 不可能的了嘛 所以 为了选举 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得出来 这就包括 包括这个 包括那个 蔡英文和台湾的选举 所以 选举是一个忽悠 这个 忽悠老百姓的一种 骗局 我们呢 今天呢 今天呢 就先讲到这里 因为呢 我明天的时候 我再就讲 再继续讲 我这样滔滔不继续讲下去啊 我提出了一些问题 提出一些问题 可以供大家去思考 好 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怎么解决 我下面 再另外一个找一个事件 我已经提出了一个方案了 对吧 解决台湾问题方案 解决中国 美国问题方案 就是X理论 Y理论 Z理论 那就是 根据你的需要 就是市场经济 好不好 我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我今天把它录下来了 哎呦 我这个里忘了录了 哎呀 这个没录音 好 谢谢大家啊 这些地方 我现在来讲 我现在想要去 鱼 鱼 我现在会放在这里 我现在想要去鱼 我就会放在这里 我现在想要去鱼 鱼 鱼 鱼